好 喂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那个腾讯云T-Stag团队的一个存储研发团队 然后我们最近有做了一个叫NUT的一样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功能就相当于这题目上讲到的 就是说是一个智能的对象存储网关 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目录 首先呢我们会介绍一下Safe 因为我们的那个存储是基于Safe来做开发的 所以说我们会介绍一下现在Safe对象存储的一个现状 然后呢我们会基于这个对象存储做了一些一系列的架构优化 后面是一个我们新的架构的一个功能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Safe对象存储的一个现状 当我们在生产环境上大规模使用对象存储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对象存储的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据量的增加会表现得越来越差 尽管我们可以做一些优化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索引放在那个SSD上去 然后呢它的一个性能表现还是很 还是会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那我们就会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把对象存储的一个索引给去掉 那去掉索引之后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也就是说有300%的一个提升 但是它会缺失掉一个那个对象存储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不可以再索引这个桶 然后它的Live Circle的这些配置都会失效 对 所以说我们下面就会 这个索引的话就会对我们对象存储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到底是该去还是不去呢 是吧 这是一个问题 那在我们长时间使用Safe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 Safe在我们生产环境上是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Safe尽管好用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好用 比方说当我们集群出现了故障的时候 当我们替换磁盘的时候 集群扩容的时候 这些恢复流量会大大的影响集群的一个性能的表现 然后呢当我们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集群的性能也会表现得很差 当然这都是针对于对象存储的 那对象存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并不能针对我文件的大小 或者文件的类型进行一个文件的一个分流 那不能把小的文件直接分流到SSD上去 大的文件就分流到SATA上去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在做这个智能网关的时候 所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然后自身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第四点 就是这里的第四点 对象存储它自身不做负载均衡 那很难突破于那个屋里带宽 那我们如果有一些项目需要一个十个G的 以上的带宽的话 那必须在前面加一个负载均衡 那其实这样的又增加了一些硬件成本 但是我们的NAT的话 做出来之后的话 它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任何硬件 就可以实现一个带宽的一个无上限的扩容 是 然后呢 我们当然也要参考到现在现有的一个方案 就是YG的这样一个方案 他们也是 他们做的是说 把对象存储的网关 就IGW这个网关进行了一个改造 就是说全部重写 用购来重写 然后用Safe当作语是只是存 Safe现在是在他们这一层次 只是提供一个文件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功能 并不是提供的对象存储的功能 而对象存储的功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 这个YG的这一层 这一层的话是负责了那个 就是S3请求的一个解析 还有一个认证这些工作 那他们把原数据都直接放到了一个 TIDV这种高性能的数据库上去 这样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那个 就可以把这个索引 索引的一个影响 就会放到了一个 他们就把索引放到了一个数据库上之后呢 它的索引就是去掉了 那它就可以真正地开发出 Safe的一个原生的一个 读写的一个性能 这样性能的表现还是蛮好的 但是呢 它还有一些缺点就是说怎么样呢 它把整个RGW网关这一层给重构了 这样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做这样的开发 那所有的 它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它的S3的请求 它其实是要对接它的YG的一个S3的请求 那对S3的请求并不是完全兼容的 所以说我们后面就要做到一个NAT的一个 这样一个产品 那现在由我们这个开发美女来介绍一下 对 我们是基于小胖前面讲到的RGW的现状 然后额外的我们需要对对象存储进行一个大小分流 还有就是对应用层的原数据提供检索功能 并且我们希望当一个Safe的磁盘 例如说出现故障的时候对整个集群来说是几乎无影响的 同时要达到无限扩容和无限带宽的支持 在此机所上我们提出了LAT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LAT架构主要是由层储层网关层和用户层组成 其中存储层我们的是以三Safe是以三节点为一set构建 其次我们所有的Safe集群都是去index的 我们会针对Safe集群的盘的特性 将其分为高性能Safe集群和普通Safe集群 在网关层LAT服务主要是进行一个请求的重定项和请求的分发 而elasticsearch它主要是将Safe层去掉的index中 对象的原数据存入ES集群当中 而LAT-M心跳它主要是向下来检测Safe集群是否是健康的 以及NAT集群NAT服务各服务本身状态图的同步 而在我们的用户层我们提供客户端Driver 实现一个软DNS的功能 是请求既支持我们自身的一套NAT服务 也可以将请求定向转发到公有云上面 下面我们来主要介绍一下NAT的工作原理 当一个用户请求发送至LAT的时候 首先由LAT接收到了这个请求 首先是解析它四层TCP的一个头请求 解析出它里面的原数据部分 分析出它具体的请求类别和它的原数据 通过这一个选择器选择出该请求对应的一个Safe目标集群组 将这一个对象哈希到特定的一个Safe集群 从而实现一个请求的重定向 之后我们就会立刻将请求返回给用户 同时异步地将对象的原数据写入到ES中 从而实现几乎当我们来写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的速率基本上是和直接写Safe集群是无差别的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LAT架构当中的它的功能特点 第一个就是Safe集群的扩容 Safe集群的扩容主要是存储上的扩容 当一个Safe集群要加入到LAT当中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Safe集群要将它所有的RGW的IP信息 告知LAT 第二步由LAT来首先来发一个 向它的各个RGW发一个PIN请求 并且第三步它会写一组测试数据 成功了之后这一个Safe集群就加到了某一个LAT当中 它此时的我们只对外提供它的Bucket相关的操作 和用户相关的操作 当各个LAT它的状态图依次同步了之后 我们会由LAT向新的Safe集群发一个同步的操作 就是让新的Safe集群中的用户信息和Bucket的信息 和目前已有的LAT集群中的信息保持一致 同步结束了之后我们才会让新的Safe集群 对外提供对象的读写服务 Safe层面的扩容主要是存储存面的扩容 而LAT的扩容主要是带宽的扩容 当一个LAT新的LAT要加入到已有的三个LAT中的时候 它首先会从已有的LAT中拉取信息 比如说LAT中目前已管理的Safe信息和LAT自身的状态图 其次它会向原有的三个LAT发送Join请求 此时服务注册完毕 但是对于客户端来说 它目前知道的还是原有的三个LAT 等它下一次请求的时候 旧的LAT会向它推送新的LAT的状态图 它收到新的状态图之后 再去拼新的LAT成功了之后 将其加入到自身的轮循列表当中 我们通过在Safe层面的扩容和LAT层面的扩容 实现了一个存储和带宽的五上线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 当时一期承载的是一个3GB的带宽量 二期通过对LAT自身的扩容和Safe集群的扩容 我们可以支持承载到12GB的一个带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当Safe集群出现故障时候的处理 如图所示 当A集群中出现坏盘的时候 由LATM检测到A集群出现故障 因此将其降级 此时它对外只可读不可写 其次LAT向出现故障的集群 发送一个全速恢复的指令 待其全速恢复完毕之后 该集群再重新加入到 LAT集群当中 对外提供读写服务 目前这就是我以上所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后面还有我们T4LAT团队的一个二维码 然后大家想了解我们团队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还有就是说 对我们团队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关注一下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台上 扫码领取公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